我们再看一下他反手生胶的训练的视频 生胶一般现在业余打的不太多 但是目前很多专业队 包括现在一些世界级的选手 反手生胶用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生胶它有个特点 它不怎么吃转 但它又没有长胶的颗粒 那么怪 它比较好控制节奏 所以生胶一般我们在快攻的时候 反手生胶是用的比较多的 通过手腕的弹肌 通过它的胶皮的特性 不吃串的特性 来加快这个机球的速度 特别我们在这次2015年四肥赛当中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木质 还有日本的伊藤美城 他们都是反手生胶 但我们注意他反手生胶的时候 很少有去靠生胶去领下旋球 去拉下旋球 很少去靠生胶去摩擦 去制造旋转 很少 因为生胶它的特性 它本身就是颗粒状的 是吧 它本身就很难以去制造摩擦 所以你主要去靠它 靠生胶去练反胶的动作的话 那你肯定这个动作是有问题的 也不利于你把这个技术动作的稳定 所以你打生胶的话 你就不能用反胶的动作去学习了 多体会这个前臂和手腕的弹肌 和撞击 通过 找到最佳的击球点 因为我们打这个生胶的时候 一般是找球的这个上升期去打 你可以通过弹击的这个方式 把球快速的 是吧 这个击打回去 过去的球的弧线比较低也比较平 对手在接力球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下沉 这是这个生胶的特性 一般初学者 我不建议你去 一上来就打反手生胶 最好是用反胶 先把技术动作 把这个手感练出来以后 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了 再来改成生胶也好 改成长胶也好 这样你才能控制球 对吧 你整个动作 你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动作结构 你去打生胶的话 你很难去控制 这个手腕的发力 包括你反手弹击 生胶对这个 手腕的爆发力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你这个力量是软的 你去提去磨的话 你打生胶的话 是没有什么威胁性的 特别是反手弹击这一把 很小的动作把球弹出去 你能发力的过程当中又控制好这个拍形 又能找到这个手感吗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生胶可以先放一下 先来练技术动作 先把动作练稳了 再来打生胶 或者说你找专门的生胶的教练 来指点你 有针对性的来练习 把反手当作一个过渡技术 我反手就不去领部去拉了 用来这个过渡球 或者用来突击 突击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看你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定来